大家好 欢迎收看刘律师说法 EB5系列第15集 基金是如何搞阳谋的 EB5基金阳谋指的是 基金经理通过一系列极其 不公平合理 但是大幅实质上合法的文件 来蒙骗投资者 剥夺投资者实质上的大部分权益 比如在有一个我们处理过的案件中 基金经理在招股书上明确表示 EB5投资者50万美元 开始是第一顺位的抵押债权 但是今后可能由债务人来决定 不是债权人来决定 转换成股权 此后这50万美元的 第一顺位的抵押债权 变成了第二顺位的抵押债权 接着这50万美元的 第二顺位的抵押债权 变成了估值不到 15万美元的优先股权 最后这个估值不到 15万美元的股权 被基金经理个人 成立的皮包公司合同买断 投资者书面 同意了以上的每一步 等到我们律所介入的时候 已经难以回听了 好 谢谢大家